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战国时期 赵王得到一块价值连城的美誉 和氏璧 秦王听闻这个消息后 也想得到这块西式美誉 便亲自写信给赵王 希望用秦国的十五座城池交换和氏璧 赵王知道消息后 左右为难 一方面担忧秦王不会信守承诺 将城池送给赵国 另一方面害怕 如果不愿意献上和氏璧 秦王将会派兵攻打赵国 正犹豫不决时 大臣令香炉主动站了出来 他对赵王说道 我愿意带着和氏璧出使秦国 如果秦王不愿意交换城池 我一定会将和氏璧完好的带回赵国 令香炉抵达秦国后 亲自将和氏璧献给秦王 然而 秦王只是高兴地捧着和氏璧赏玩 并传给大臣与嫔妃观看 却绝口不提交换城池的事情 令香炉明白秦王无意交换城池 于是走上前对秦王说 大王 和氏璧虽然是西式珍宝 玉璧上却有一个小污点 让我指给您看吧 秦王信以为真 紧忙将和氏璧交换给令香炉 没想到 令香炉拿回和氏璧后 协议着柱子 愤怒地对秦王说道 大王根本不愿用城池交换和氏璧 现在玉璧在我手中 若您想要强夺 我就把和氏璧摔得粉碎 秦王害怕和氏璧破碎 连忙命人在地图上画出十五座城池给赵国 令香炉接着说道 大王若诚心与赵国交换和氏璧 必须先斋戒五日 再举办盛大荣重的仪式迎接和氏璧入城 秦王为了得到和氏璧 无可奈何地答应了令香炉的要求 令香炉明白 秦王从不打算用城池交换和氏璧 便按中派人将和氏璧送回赵国 秦王听闻和氏璧送回赵国的消息 虽然气愤不已 但为了不破坏秦国与赵国之间的情谊 还是以礼相待 将令香炉送回赵国 后来完毕彧赵从原本描述令香炉 成功将和氏璧完好送回赵国的故事 延伸为比喻物归原主的意思 小朋友 听完完毕彧赵的故事后 你还记得今天故事的重点吗 现在让我们带你回顾一下吧 今天的故事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故事的背景 秦王想用城池交换和氏璧 因此赵王派遣令香炉出使秦国 过程中 令香炉知道秦王无意割城换璧 利用机会将和氏璧送回赵国 故事的结果 秦王听闻消息虽然气愤不已 但为了两国情谊 还是让令香炉回国 小朋友 你认为秦王是真心想用城池交换和氏璧吗 为什么 如果你是令香炉 你会用什么方法从秦王手中拿回和氏璧呢 小朋友 上面三个问题你有想法了吗 快和你的家人 朋友 老师分享吧 成语小教室 又到了成语小教室的时间啦 今天的成语 完毕归归照 是比喻物归原主 主要是用在归还原主的情形 现在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完毕归照可以怎么使用吧 这些流落国外的宝物 近年终于完毕归照的送回国内 我知道这本书是你的心爱之物 我借回家后一定会完毕归照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 与完毕归照相关的成语吧 相似的成语有 物归原主 相反的成语有 据为己有 听完故事后 你是不是更加了解了呢 小朋友 我们下次见 拜拜